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4日 在立法會答問大會表示 將立法定名公職人員需要宣誓 以體現愛國者治港的天經地義 區議員理應需依法宣誓 第一是立法定名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 指定的公職人員需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基本法第104條的規定 亦都是香港國安法第6條的要求 符合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 體現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天經地義 特區政府認為區議員理應屬於 需依法宣誓的公職人員 因此會在這次的修訂法例中 落實區議員需宣誓的要求和相關的安排 至於其他公職人員 我們會盡快另行處理 有關的法例草擬工作已經進入最後的階段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會在農曆新年之後提交草案 被立法會審議 林鄭月娥還提及將立法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 令更多醫生可來港職業 以緩解香港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第二項立法工作是立法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 香港人口急速老化 醫護需求與日俱增 公營醫療系統裡面的醫生人手不足 已經是不增的事實 目前醫管局欠缺醫生多達660個 參考了海外的經驗 特區政府決定在這個立法年度 向立法會提交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在確保醫療質素 和舒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短缺情況的前提下 定立新安排 等更加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可以來香港執業 此外林鄭月娥還建議 包括劏房租物管制 其理形式化 以及立法加強救市楼宇消防安全等 五項新立法 中文字幕提供